你好,想弄点啥? 我今天想卖10块大洋 卖10块大洋? 对,夹里边珠川三代的10块大洋 夹里珠川的? 对 我先上手看一下 行,你先对一下数量 好吧 3块,6块,9块,10块 正好,数量是对的 我先在这看一下 大头,小头 大头,小头 大头,大头 大头 总共是8块大头,2块小头 是吧 反正不僵是啥吧 我先把人家看一下 这音乐在阿娘放了 没有70年也有80年了 这是老一代 我一代一代往下穿 可以说是穿成有序 穿成有序 对 行 你看看吧 老哥,你这东西 我先给你点评一下 东西啊 你看这老包姜 是吧 对 一眼真 一眼真 对 像这个包姜 我跟你说 像这个大头 这种包姜 说实话 如果说你要是 你不应该拿到我这 你要是拿到一个 不太懂行的人 我估计人家还那个啥 但是你拿到我这来 还那个啥 你把话说挺乱的 你还能蒙过去 可以卖高价是吧 蒙过去啥意思 呃 鞭尺看着还行 但是这个壁面啊 嗯 你看它那个鞭到这儿 特别窄 一般 说实话真的 他没有那么窄 嗯 你说的 然后这个包姜啊 嗯 还是有点俗 不够自然 这里面我刚才挑了一个啊 嗯 我刚才看到哪一个 哪一个 我这样看到有一个 像这个 这两个 这两包姜还好一点 但是 这种看起来挺好 但是这种都是腐蚀过了 嗯 说实话 你买银元 你得看清楚了 嗯 你收藏银元也得看清楚了 嗯 像这种你看起来 像特别是这个 背面看起来挺好 但是正面这 这明显的已经腐蚀坏了 已经腐蚀地板了 嗯 为啥看着不治啊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咋盘玩的 嗯 反正就这样来回弄弄的 他把这个腐蚀的 感觉好像看不清一样 但是对我们行内来 行内人来说 这种我们一眼的看出来 这已经 腐蚀入地板了 这个东西没问题 像这个边吃 嗯 看着就非常好 但是 这种已经不值钱了 啥意思 还有这个也不行了 这还有 你这里面有有真有假 并且真的一般都有毛病 嗯 像这个看起来没毛病 没有腐蚀 嗯 但是这个东西不对 嗯 这个东西我要不了 老哥你不能上我这来啊 嗯 你说我们搞这行的 嗯 我们能看不出来吗 你看出来也好 看不出来也好 我就给你说一句话 嗯 这是安家主船三代了 不可能有家 这是我实实在在的话 行 嗯 那那你说是你们家主船的 那肯定就是你们家主船的 我不 我不给你抬杠啊 嗯 但是这个东西我要不了 这东西我要不了 哎 东西还是你的东西 嗯 但是反正是我看的东西不对 只能有有毛你 我感觉就像你说这话 包括你拿的东西 嗯 你 反正你讲的这个 这刚才你讲的 因为你们家主船的啥的 嗯 那我就不说了 真假我也分辨不出来 但是这个B 他不会骗人 好了 对不对 这个B不会骗人 你一点也不让我说 管你搁这堵拉拉 没事你说 我不说了 你可以说 可以说 给你们让好说了 你不过这说上 我实实在在那里 就像主船三代的医院拿过来 你给我说不对 你给我说是家的 你竟然说 这样修容我 嗯 我只是觉得有毛你 不是说全不对 哎 算了 我跟你说 我要不是有伤长力 我早就给你吵起来了 那那行 老哥注意身体